最近我的小春要过生日了 我就想说要送她一个什么样的礼物 既可以让她学习又可以让她玩的很好 然后我就在那个拼嬉嬉上 帮她看了一款这样的玩具 真的是非常的好 就是这个智能机器人 它应该也是一个早教功能的一个机器人 然后它的名字叫智能机器人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真的像它说的那么刚好 来我刚才已经打开了 然后我们直接拆开它 哇 然后我们把它打开 哇 这个拿起来真的感觉非常的轻 然后一种浓浓的塑料感 不过即使它有浓浓的塑料感 它的细节做得非常的精美 你看它后面还背了两个小火箭 这个我才发现 还有它胳膊上这个 这个叫什么东西 就这种小细节都很好 而且它下面还有一个火轮 听说这个功能是那个 可以躲避障碍物 就是它碰到障碍物的时候 它会自动返回 其实就跟我们那个扫地机器人是一样的道理 这个就是它的外观 看起来怎么样 还不错吧 那我们现在打开它看一下 自带开场没有 而且它的光有两种蓝的和红的在不停的交替 然后下面呢我们看一下它的功能 有一个故事 我们来听听它有什么样的小故事吧 早必借光 再按一下 聪明的鸭子 再来听它的儿歌 的小苹果 哇好酷炫啊 边听着小苹果边让它走路 我见过是我的小苹果 倒着走 来听它的歌曲都有什么 当我们去哪里啊 来听一下它的学音语 大把 带 鸭 鸭 香蕉 banana 怎么样 这款机身不错吧 我觉得我越看它越爱不释手 真的太Q了 有没有圆圆的脑袋 圆圆的身体 把它抱在怀里 小朋友抱在怀里 一定会睡得很好的 最重要的是啊 这款机器人 只要12块一毛吧 12块一毛吧 都不让人商量累下的价格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 不管买什么 都不会吃亏吧 所以我觉得 买一个这么可爱的机器人 应该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最后我们再让它跳一支舞 就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可以让它边唱歌边跳舞 我们可以让它边唱歌边跳舞 一步两步 一步一步是早晓晓 是我的两步 没着讽 一个总想告诉你点什么的视频